南北记者大挑战 香港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 正在维多利亚公园热烈举行中 这一活动将从6月1日持续到6月5日 全国各地特产美食琳琅满目 两位来自南北不同地区的中心社驻港记者 今天就要在这里挑战护吃 对方家乡美食 莫西让你来尝一下我们北方的这个小吃 谢谢 有名的鸡脚超 那有风 作为一个南方人呢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卷饼的形式 而且也是第一次吃这种生的这些葱 不知道就是来这边的香港的这些南方的朋友 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没有去过像山东啊 就是今天莫名以来有点满了个味道 外方就是有点葱 不同地的 不同的 好 特别好 好 好 好不完 目前一两间算 对 今天这一点万吧 小米醋是从自博发来的 一天万能 今天看卖美了 稍稍是最简单的食材 最能体验人最原始的热情 就看见我们自博人民的热情 好 好 来 宣亭 这是我们广东潮州的牛肉丸来试一试 那我来尝一尝啊 看这个还蛮大颗的 嗯 味道非常的筋道 然后牛肉打的非常的加紫 非常好吃 而且里面还有点那个汤汁的那种味道 很饱 我们潮州的就是出名就是牛肉丸嘛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现在都是买了差不多五六十斤了 他们香港人都很喜欢吃牛肉丸的 要打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都是人工打的 然后呢就咬的就是用手吸出来的 大家看看我们身后的人群 简直就是摩针这种特别多 现在两边都是这个内地特地的特色美食 但是你们好热心啊 对对对 几乎每一个就是能够吃到东西 或者是能够买到一些特产食物的餐位 都是排着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的队伍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再继续探索 好热心 麻辣萝卜干 麻辣的特产 好吃 好吃 不过辣着点 好吃 这是甜的 对你可以选甜味 少甜 对谢谢 它这个甜的味道就是有一种 一个桂花的味道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 它有这个桂花的花瓣在里面 味道是非常的清新 口感很丰富 因为它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一种料 所以就是每一口感觉都可以吃到不同的味道 它也是比较清凉的这种感觉 感觉特别适合在今天这个特别炎热的天气当中 是怪不得真的排了这么多的人 南方小吃给我的感觉就是制作特别的精致 非常美味 嗯 那我觉得北方的小吃啊就是一个香 那么在市集中呢也了解到 很多香港人是没有去过内地城市的 那么正好通过这样一个市集 把内地城市的很多美味和小吃带到香港来 也让大家感受内地城市的烟火气 嗯没错 那么就希望呢逛完今天的这个家乡市集之后啊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 能够到内地城市去走一走看一看